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周成功的生命科学 国立阳明大学退休教授退而不休的周成功老师 在我们的现场 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周成功的生命科学第47堂课 谁让英文放弃了咖啡而转喝茶 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还得先从咖啡说起 是吧 周老师 我们延续就是说植物的病害 有些病害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我们上次讨论了一个课题 就是爱尔兰马铃薯的大饥荒 造成爱尔兰大量的移民 那其实除了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就是19世纪末 英国人饮食习惯的改变 从喝咖啡改成喝茶 我们尝试上东方人我们总觉得说 东方人喝茶 然后英国也喝茶 他们所谓的下午茶 其实这个是一个整个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 而发生在19世纪 所以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说 英国人应该他本来就喝咖啡 但是为什么后来改成喝茶 这个是一个 也是因为是一个植物的病害 造成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变 但是喝咖啡这个历史也上千点了 对就是 那我们得先了解 咖啡是怎么被发现 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传说了 就是咖啡在九世纪被发现 那然后慢慢变成是大家喜爱的饮料 那这个咖啡怎么被发现呢 过去大部分人都知道 或者说是了解 是传说中间是有一个 伊索比亚的这个牧羊人 这个牧羊人还有个名字 叫卡尔迪 那他注意到呢 他在牧羊的过程中间呢 他的羊吃了一些特定的 这个灌木浆果之后呢 变得特别活泼 于是他就决定自己去试试 那传说中间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当这个迪尔卡尝试了这种果子之后 从他的口中呢 立刻就流露出愉悦的诗歌来 他就开始唱歌了 他就开始唱歌了 而且是唱快乐 开心的歌 对对对 那咖啡被发现的另外 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呢 这是来自这个18世纪伦敦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 叫Holly 那在他的书里面呢 他描述到呢 就是说是一个回教的僧侣 僧侣 他碰到了这个吃僵果的这个卡尔迪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呢 这个卡尔迪吃了这个僵果 以后呢 这个有一些特别兴奋的这个效果 那于是这个僧侣呢 也就自己去尝试这些僵果 那发现自己能够吃了这些僵果之后呢 能够长时间保持清醒 特别是怎么样呢 是在晚上还可以祷告 这意思就是他平常在夜间没有祷告的能力 对就是晚上太困了 太困了想睡觉了嘛 所以这个这样子咖啡就很快就传播开来 特别是对这些这个宗教信徒来说呢 他们可以保持清醒 而且在凌晨的时候呢 还可以继续祷告的一个处方 所以这个就就开始慢慢传播出来了 是那就是增加他僧侣的工作 真的增加他的功课 他们在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回教有一个叫 叫Sovia的一个教派 是那那个Sovia教派呢 他在祷告的时候呢 他是一面祷告一面跳舞 旋转跳舞 哦那是个体力活 对那他们就这个教派的这个 这个曾侣呢就特别喜欢用咖啡 喜欢用咖啡 因为咖啡喝完以后呢 他全身充满了精力呢 他要发泄发泄 跳这种旋转的这个这个祷告的舞 特别起劲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一些传说了 在西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之间 也就是在唐代的时候 据说了 代表人物是安禄山 但是地点呢是大概朝五九姓 也就是现在天山南北路的几百个邦国 都流行一种在凳子上跳的旋转舞 叫做胡旋舞 胡旋舞 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 说不定可以另起来 对对对 这个这个其实是很有很有趣的传说了 是 那当然就是到了16世纪 他非传到这个军事坦天堡 成了这个奥特曼帝国文化中间的一部分 是 然后呢 这就是以土耳其为中心 对对对对 奥特曼帝国嘛 那然后这个咖啡就慢慢渐渐的 这就继续往西传 传到了东欧意大利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咖啡在东欧意大利这些地方呢 其实是当做药 用来治疗呢 从痛风到圣洁石的这些病啊 哦 他可以帮助排尿 对对对对 所以圣洁石就 比较小颗的就容易处理 那真正咖啡传到英国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时代背景啊 就是在1652年 那就17世纪中 对 有一位有一个英国公司的雇员 叫罗瑟啊 那这家公司呢 当时垄断了这个英国跟奥特曼帝国中间的贸易 是 那所以这个公司每天都有很多客人呢 来谈这个身业 那但是公司很小 这个就觉得这个客人来了 需要给他们一点这个招待啊 那这个罗瑟呢 就在英国的一个教堂的院子里 就设置了一个咖啡摊子啊 这个是被认为是在英国第一个咖啡摊啊 那用来招待这个来公司谈生意的客人 是 所以很快罗瑟的这个咖啡摊呢 就成了一个伦敦的这个热门地点 到了1663年啊 不过就差不多10年之后 在英国就在伦敦呢 就已经有了这个83家咖啡馆 是 那咖啡馆呢 就慢慢取代了当时伦敦的这个酒馆啊 成了这个商人商人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交场所 那早期的咖啡馆的客人几乎全是男性啊 那所以男生呢就为我在这个咖啡馆里围坐在那个长桌 旁边啊 你可以谈生意 也讨讨论也可以讨论新闻啊 政治啊各种思想 那 话就变多了 对对对 英国人那个话一定开始变多 那这个其实其实蛮有趣的 有人认为啊 咖啡馆在伦敦的这个迅速发展 被认为是在英国推动启蒙运动 早期发展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因为议论多了 对 因为人 大家可以开始聚集在一起 可以来讨论这些问题 那可以讨论问题的场所越多 那这些讨论的议题就会越广泛啊 所以这个可以把这个咖啡馆跟这个启蒙运动连在一起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因为喝了咖啡还会有点兴奋 对对对 那话就不会少 那另外呢 这个咖啡馆也是这个英国文学期刊的诞生地 英国有两个很老很老的这个文学期刊 一个叫Tetler Tetler 塔特尔 塔特尔 一个叫做旁观者 就是 Spectator 那这两个文学期刊呢 都是在1709跟1711年分别创刊的 那创刊的时候 他们就是通过收集咖啡馆里面的这些故事 就是编辑到这个各个咖啡馆 就听他们在那边不同的人在那边讲讲故事 因为说还不够 对 还要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然后呢 发表 这这已经有了一种记载历史的作用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呢 就确定了这个咖啡馆成为这个新闻阅读 讨讨讨论 分享思想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场所 是 那因为这样子 这个咖啡馆的风潮啊 甚至引起这个皇家的疑虑 那有人就认为呢 这种公开分享新闻跟这个政治思想 对这个君主制度呢 会造成这个威胁啊 这的确是啊 所以很有趣的 看得很准 在17 1675年 查理二世的这个部长们呢 曾经试图用邪恶而危险的影响为由 想要下令彻底关闭咖啡馆 是 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 查理二世呢 在命令生肖前两天 嗯 撤回了这个 他先公布了 但是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时间 他就把他生肖之前两天 他就把他这个这个撤回了啊 喝咖啡的人就不能 所以想想看在17世纪啊 咖啡馆在英国已经非常受欢迎 在伦敦就超过有3000家 光是伦敦 对 刚才讲的第一年 流行起来以后 才只有84家 对 那是全英国 不是 那个也是在伦敦 就是伦敦是一个 等于是他们的首都 然后是他们发起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些发起风潮的一个 一个所在地了 嗯 那所以我们就了解呢 17世纪的这个咖啡 在英国的传播 是非常快速 而且非常流行的 嗯 那这样子一来呢 法国在这个 圣多明克 就是今天的海地老 他就抓了很多黑黑奴 到那个地方去 嗯 种咖啡 所以海地就成了 当时最大的这个 咖啡生产地 嗯 那到了1760年 海地的这些黑奴 随着这个启蒙 启蒙运动的这个 这些思想 这些思想传到了这个海地 那这些 这些黑奴开始想 自发的想到了自己的权利 是 就导致了这个海地的革命 那 这个年轻黑人 占多数的国家 在1804年 嗯 就正式宣布独立 嗯 那 所以 海地 这些奴隶的解放 是全球咖啡 生产的一个转捩点 是 因为 国家一独立 这些奴隶呢 觉得我们不 我们不应该再做奴隶了 嗯 于是他们就纷纷 把他们原来工作的 这些咖啡员呢 就把它摧毁掉了 哦 所以 海地的这个咖啡产业呢 立刻 就崩盘了 就崩溃了 是 那 法国人接下来 就变成是荷兰人 荷兰人就 接着法 法国人呢 就成了欧洲最大的 这个咖啡进口商 那他们从哪里 那他们就从 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在 印尼 在爪哇 苏门达拉 西兰这些地方 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呢 种咖啡 种咖啡 但是到了拿破仑时期呢 荷兰呢 就把一部分的这个殖民地呢 割让给英国 嗯 所以很确实的1825年 英国开始在西兰 推广 咖啡的种植 啊 啊 推广到 殖民地转移了 对 殖民地转移了 西兰变成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英国就在西兰开始推广 种咖啡 那那个时候呢 西兰几乎每一块土地 都被用来生产 生产咖啡 然后呢 因为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就从印度引进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啊 到西兰来做这个劳工啊 是西兰我们今天不是太知道 就是斯里兰卡 对 斯里兰卡 后来改名的 原来叫西兰 以前叫西兰 我们喝红茶 西兰红茶 对 对对对 那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咖啡 对 就是这个时候咖啡到了一个巅峰 到了1870年 西兰已经变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地 是 但是呢 也就是在那一年 有一个咖啡树的这个病原菌 叫做咖啡秀病菌 生锈的秀 对 传到西兰 哎呦 这让我们马上就想起来 前一次节目里面提到 爱尔兰的生病的马铃薯 对 这个非常类似 那这个因为 所有的咖啡都几乎是同一种 那所以这个 这一个菌呢 它会感染宿主 然后很快繁殖传播 然后释放几百万个包子 那这些包子呢 就会在咖啡树的这个叶片上 形成秀色的这个斑点 像生锈了一样 咖啡秀病 秀病菌 就是它的叶子上呢 会会产生这个秀色的斑点 是 那因为咖啡 西兰的这个咖啡呢 种植非常密集 在潮湿 炎热的这个温度下呢 这个秀病就很快的会 很快传播 是 然后呢 很快就造成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从下面这些数据可以看得出来 1870年 西兰的咖啡产量是四万五千公顿 但是到了1889年 20年 20年之后只剩下2500公顿 就一半多一点 不止 2500 从四万五到 对对对 2500 对对对 那不止一半了 就差不多二十分之一了 只剩下百分之五了 是 所以这个时候西兰就不得不转向 想要找一些其他不受到这种 病原菌影响的这个替代作物 那就是茶叶 就是茶叶 所以茶叶是咖啡的替代品 对 是他因为咖啡生病了 死光了 咖啡树都死光了 所以他要找一个替代 那其实在这个西兰茶的这个兴起背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推手 那就是来自苏格兰的这个James Taylor 是 James泰勒 后来这个泰勒呢 被尊称为西兰茶之父 因为他是在1852年抵达西兰 在一个这个咖啡庄园里工作 五年之后呢 就升迁为这个庄园的这个经理 在1860年的时候 西兰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咖啡生产国 那时候还没有那个秀病菌 那个时候还没有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咖啡庄园的这个主人 有一些不晓得来自哪里的这个想法 就他去建议说建议这个泰勒 说你要不要去除了种咖啡之外 你要不要去试试种茶 那个时候在西兰其实是没有茶 没有茶数 所以泰勒要怎么开始呢 泰勒在1866年 他接到了这个这个这个命令之后呢 他第一步他就是要到植物园 去收集这些茶树的这个种子 然后呢 把这些种子呢 在这个咖啡园庄园的这个道路的两边 就先种种看 也就是陪衬着种一点 对对对 就是非常好玩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装饰的作用 当然那个时候 茶叶对欧洲人来说 是非常贵重的 比咖啡要贵 对 那所以他就说先种种看 那然后呢 接下来12个月里面 第一个19英亩的这个茶园就诞生了 是 那然后呢 这个其实是标志着一个全新产业的诞生 第一批西兰的茶叶 23磅 重 这是重量 不是已经 对 23磅的这个西兰茶 在1873年 运到伦敦 当时拍卖的价格 是58卤币 相当于今天的2000美金 23磅的茶叶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非常难想象的 那 因为咖啡的衰败 然后 大家发现西兰可以种茶 于是大家就开始转变这个农作物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咖啡的锈锈锈的锈斑菌 是1870年 现在23磅的西兰茶是1873年 三年以后 对 也就差不多有一点缝的接轨了 对对对 然后又非常贵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西兰就开始全面改种茶叶 20年以后 等于是1893年 是 输入英国的西兰茶 增加到两万三千顿 哇 两万三千顿 那 价格呢 反而比最初的值 比最初的价格的十分之一 所以价格下降了 大量茶叶进口 这就是促成了这个英国人 该开始放弃咖啡 然后改喝茶 23磅跟23万三千顿 这数量增加的不少 真的是很可观 多少倍 可是呢 价格也只跌了十分之一 对对 你看英文赚 所以这个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习惯上 好像就是英国人 下午是喝茶吗 是 对 就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了 好 我们稍后片刻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海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一本书 大家不会忘记的 天下文化出版 得了无数的奖 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 副提示 周成功教授的 十三堂探索之旅 这正是本单元的一个起源 周成功的生命科学 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第47堂课 谁让英国人放弃了咖啡转而喝茶 我们刚才故事讲到了一半 在1873年 23磅的西兰茶 抵达伦敦 当时的价格是大概等于现在的2000美金 可是到了20年后 同时输入于英国的西兰茶增加到两万三千公顿 而价格只跌落了当初到最后的十分之一 这也是促成了英国人喝茶文化的兴起 对 那所以我们前面两个都是讲到植物 碰到环境中间的病人菌 然后全军覆灭 是 改变了历史 那植物碰到环境中间的病人菌 是不是真的植物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呢 其实不然 前次的讨论中间我们提到这个 当植物面对环境中的各种病原菌的时候呢 植物其实也演化出来 非常类似人类先天免疫系统的这个对抗机制 就是在植物细胞的表面 跟植物细胞的内部 配备了各种侦测 病原菌特征的这个 等于是前哨战 或者是侦测器 那一旦这些侦测器碰到 侦测到病原菌现身 那非常有趣 这个植物呢 没有办法去杀病原菌 植物就立刻启动自杀的机制 把自己杀死 当然也有包括周围的细胞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杀病菌 但是他说我死了 你也没有办法传播 你也没有办法传播了 所以这是一个 他是阻断病原菌 对对对 他自己死掉了嘛 病原菌就没有办法再去感染 旁边的这些健康的这个植物细胞了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这个抗病的机制 那植物除了对抗这些细菌之外 植物另外一个环境中的这个大的这个树敌 是什么呢 是动物 因为有非常多的昆虫 他就非常喜欢吃这个植物的树叶嘛 用植物的树叶为他的食物 那植物的免疫系统呢 对这些动物的天敌 其实是毫无招架之力 那植物又不能跑 所以这个时候呢 演化就提供了植物两种不同的策略 来对抗这些动物的天敌 第一个策略很简单 就是在植物的叶子里面 植物去生产一些什么 这个动物不喜欢的这个像苦的味道啊 或者甚至是一些会让动物中毒的 这些蛋白或者是小分子啊 是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夹猪桃嘛 我们从从从小就知道 我院子里有一颗 就夹猪桃的叶子绝对不能吃 那那这是一种策略 那另外一种策略呢 就是当叶子受到动物的伤害 叶子受伤了 受伤的叶子呢 就会释放出一些挥发性的这个分子 到空中去吸引 吸引什么呢 吸引这些吃叶子的动物的天敌 我打不过你 我让你的天敌来打你 就充分发挥这个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这个策略 是 那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例子 是这个黎木丝 啃食这个黎树 黎树就会放出这个挥发性的化合物 吸引这个青翅禅的幼虫来捕食 来吃这些 黎木丝 黎木丝 那除了叶子之外 我们其实没有提到的 上次没有提到的就是 有关于植物的根 植物的根在土壤里面 对不对 现在发现呢 植物的根 对对抗动物天敌 的防御系统中间 他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其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像这个玉米的根 玉米的根会受到这个玉米 根从幼虫的这个啃食 那当这个根被这个幼虫啃食之后 这个根呢 就会释放出一种挥发性的 这个化学物质叫做石竹锡 石头的石 对 竹子的竹 锡 火字边一个希望的锡 对 它是有挥发性的 那这个挥发性的这个石竹锡呢 在土壤中间就会扩散到周围 那目的是什么 是他就希望能够吸引一种线虫 一种线虫来过来 这个线虫就是我们常知道 可以做实验的 对对对对 那种非常小在土壤中间 毛线的线 对 那这种线虫呢 一旦过来 他看他发现的这个玉米根虫的 这个幼虫 他就会钻到这个玉米根虫 幼虫的身体里 把幼虫杀死 然后就用幼虫的尸体呢 当食物 这里的机制很复杂 对 因为玉米根虫 它怕 如果说是怕 这种线虫 对 那这个植物怎么会知道 受害的植物 而且受害的植物又怎么知道 石竹锡 是可以吸引线虫 所以这个其实这些这个非常独特的这些生物的行为 我们只能讲说这是因为植物长期的演化 那很简单的讲说植物在演化过程中间 那成千上万的这个后代里面也许有一个后代 他因为基因发生了突变 他得到这种能力 那所以在平常的环境里面 他其实没有任何好处 他不会释放石竹锡 但是一旦当其他的植物 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根虫的这个幼虫的这个伤害的时候 那只有它可以留下来了 所以这个都是都是一连串偶然的基因突变 是 然后长期累积下来在环境中间受到环境的选择 就适合能够发挥作用的后代才会留下来 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行为其实是非常非常神奇了 是 那更有趣的是玉米 野生种的玉米跟欧洲的品种的玉米 在这个天敌来的时候 他会放出石竹锡吸引献虫来克制他的这个天敌 但是北美的玉米这一个品种的就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所以就是说这个演在演化过程中间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品品种 那不同的品种在不同的环境中间 如果他不能适应这个环境 是 他就会被消灭掉 所以野生的玉米和欧洲品种的玉米 有这个能力 而且是自然的 对 那这两个品种的玉米就占便宜了 就不需要那种化学剂 对 化学杀虫 那所以就说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种这个北美品种的这个玉米呢 就需要用大量的杀虫剂 来控制这个玉米跟虫的这个祸害 是 那植物的根在对抗这个动物天敌 除了招来天敌的天敌来保护自己之外 他其实还扮演一个社区警察的角色 植物的根 对 怎么说 那这个就是很有趣 这个是在去年 去年的一个研究 就发现了 他们想想想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 就是说当这个植物的叶片被牙虫啃食的时候 牙虫是虫子边 对 牙齿的牙 那被牙虫啃食的时候 他的根会不会放出什么东西来 就是想要回答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个蚕豆 把蚕豆种在这个不是种在土里 我们现在叫水根 就是把蚕豆种在那个这个营养液里面 营养液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是固定的 是 好把这个蚕豆种在这个营养液里面 然后呢 在蚕豆的叶子上呢 再摆一些牙虫 让它去啃食 然后三天以后 把这个营养液收集起来 然后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看看这个说这个营养液里面 有没有多出什么东西来 那 结果出乎大家预料之外 这个在这个蚕豆叶子被啃食的过程当中 它的根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而这个化学物质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L-DOPA L-D-O-P-A 对 L-DOPA L-DOPA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神经传导物 而且呢 它是用来治疗 这个Parkinson disease 的一个药 帕金森神经推化症 对对对 这个就说这个就变成非常神奇了 就说植物怎么会制造出来一个 在人类大脑中间用的一个 这个 传递讯息的媒介 传递讯息的媒介 是 这个当然就说 因为这个发现是去年才发现的 所以植物制造L-DOPA的这个生物途径 跟我们的大脑有没有类似 或者是相关 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个以后我猜想我们很快 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因为在医学上来说 L-DOPA这个已经是变成是治疗 但是蚕豆 蚕豆的根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好玩的问题了 那当然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它根分泌出L-DOPA why 是做什么 有什么用 那很明显这个L-DOPA 因为是水溶性的这个化合物 是 所以它就应该会渗透到旁边植物的根 那旁边植物的根 接受到L-DOPA的这个讯号 它会做出什么反应 你所谓的旁边的根就是健康的 对 就是说 这个就等于就是说 我们今天想象中间这个植物 被虫咬了 它释放L-DOPA 那这个L-DOPA 应该会传递给它周围的健康的 怎么回事呢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单元 前面提到了 牙虫在啃食这个残豆叶子的时候 残豆的根部会分泌出一个水溶性的化合物 叫做L-DOPA 对 它是本来就是人类已经开发出来 用来治疗帕金森神经退化症的药物 对对对 可是植物怎么会把它用来作为 和植物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呢 对 现在等于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对这个一无所知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说 这个L-DOPA 对植物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实验呢 也很简单 就是你就把 还是把健康的残豆 水根的方法呢 把它种在那个营养液里 营养液里 然后你就在这个营养液里面呢 你就开始加 加一些L-DOPA加去 就加纯的 纯化过的这个L-DOPA 然后呢 你就要看这个植物 就去有什么反应 那他们做的这个测试 这个植物反应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想要问说 这个时候植物的叶子 会不会分泌出一些 挥发性的化合物 那这个继续探讨的 这个做法也很简单 你就在那个蚕豆 然后整颗植柱上面 用一个塑胶袋 把它照起来 培养液加L-DOPA 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呢 把这个塑胶袋 里面的这个空气 把它抽出来 分析 就是看看蚕豆 跟接受了L-DOPA之后 它的叶子 会不会释放什么东西 到空气里面 结果真的就 发现在这个蚕豆的 跟受到L-DOPA的刺激 它的叶子呢 开始会释放一些 挥发性的化合物 然后把这个挥发性的化合物 化学分析它的结构 发现这个就是 蚕豆一个可以吸引 这个牙虫寄生蜂 的一个气味 牙虫寄生蜂是一种蜜蜂 对是一种寄生蜂 寄生蜂 那这个寄生蜂呢 是牙虫的天地 是牙虫的天地 还是把敌人的敌人 就是把敌人吸引过来 那牙虫寄生蜂 来了以后 它就会在牙虫身上 产卵 孵化出幼虫 然后幼虫就在 卵呢就在牙虫的身体里面 孵化出来 吃这个牙虫 就等于当做一个培养 培养婴儿的食物 对对对 牙虫就变成这种婴儿食物了 对 那卵在牙虫身体里面 孵化出幼虫 这些幼虫就在牙虫体内呢 开始进食生长 那这个时候牙虫当然就 活不了了 就活不了了 那这个等于是 最近发现的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 这个植物对抗动物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策略讲起来呢 是他最重要的这个主角 是植物的根 是 那把根当成是一个这样的一种 对付动物的这个策略 是有好处的 是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说 植物受到动物的伤害 从叶子会发散一些这个吸引 天体的这个气味来 但是叶子发散出来的 这些挥发性的分子 在空气里面 他有很多不一定的 就是说他这个环境的变化非常多 比如说有风 比如说有风 有风就不行了 是不是 风一来就把他 等于就把他这个 这个讯息就吹散了 那有太阳 紫外线 有紫外线 就也很容易把这个 这些化学分子把它破坏 那温度啊湿度都会影响 对对对 但是相对来讲 在土壤里面 土壤里面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 它的湿度 它的温度 温度也不会太高 对的 它也没有风 也没有也没有太阳 也没有紫外线 所以这个土壤的环境 对这个植物释放的讯号分子 相对来讲 比较友善 是比较友善 是比较友善 那植物在地下 就植物的根在地下 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帮手 那这个帮手呢 会帮忙不同植物间的这个联系 这个也是最近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植物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地下 植物的地下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社群 有另外一个community 那这些community的让这个植物之间可以互相对话 这还真的很像英文讲的underground society 对对对地下社会 那植物的根 绝大多数的陆生植物的根 都有一些特定的这个真菌 跟它们形成共生 是 那传统上我们想 我们知道的呢 是说植物透过真菌 从土壤中间获得一些养分 那真菌呢 从植物的光合作用里面 获得这些葡萄糖作为这个回报 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知道的 是植物对真菌 但这个真菌能不能把一群植物把它结合起来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说因为我们知道真菌 它会长出很多这个分叉的怪手 我们把它叫做怪手 如果不同的怪手抓到不同的植物的根 那这个不就形成了一个地下网络吗 是 所以它还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牧连网 wood wood wide web wood wide web 对 也是triple w 也是triple w 那这个牧连网是不是真的存在 另外呢 是不是真的这个负责这个一个地下网络的 这个地下是植物社群的一个联络 这个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争议 有人认为说这个可能不对 这个可能是大家对这个一些研究数据的这个解释的错误 听起来像个想象的产物 对 但是呢 在植物中在自然界里面真的存在一种矮小的植物 嗯 这些植物的叶子没有叶绿体 所以它不会行光合作用 嗯 它不行光合作用 那它怎么会怎么得到这些足够的这个养分呢 那这个时候它就完全得依赖地下根上的真菌 来供应它养分 是 那这些真菌从哪里得到这个养分 哦 这个很简单 这个真菌呢 就伸出一只怪手到旁边的能够行光合作用植物的根 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那一个能够行光合作用植物制造出来的葡萄糖 嗯 从根传给这个真菌 这个真菌的再把它输送给这个不能够行光合作用的 这个植物啊 也就是它在植物跟植物之间还能劫富济贫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这个实在是 太有趣 的确是underground的 社会会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 这种不能够行光合作用跟真菌在一起结合的这个这个事实啊 嗯 就真的证明 地下真菌网络的确是存在的 嗯 那这个网络中间至少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 这个网络中间至少有三个成员 是 一个真菌 嗯 加上两种不同的植物 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个我想是在未来这个 植物 生理或者说是在 在你在种植这个 森林培育的时候 嗯 这些都必须要列入考虑啊植物在地下拥有强力的帮手这件事情 那到底在科学的观察上啊 比如说呃显微镜底下看见过没有 还没有 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植物的根跟真菌在一起 嗯哼 但这个真菌 就是说当你要问说这个网络到底存不存在 嗯 这个网络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吗 你要去证明说这个真菌 的确可以把 A 这一颗植物的物质把它送到B 这个植物来 嗯 那现在有人在做实验 是 怎么实验呢 就是我们用放射性同位数 给这个植物A 然后让它行光合作用做做做 过一阵子以后看它周围的这个植物 能不能够透过 不能行光合作用的 嗯 能不能透过真菌 对 然后也得到这些放射性同位数 制造出来的这个化学物质 这就像弄上荧光标签 对对对 其实是非常类似了 嗯 好 这些研究打破了我们对于过去植物的印象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为这个现象做一个结论 所以植物跟动物一样 嗯 为了应对这个生活的压力 它必须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策略 嗯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 啊 植物也是一种有智慧的生物 如果把这个观念推广一些 深化一些 我们连吃素都有点问题 哎呀 这么有智慧的生命 对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植物有没有意识 对万一是有意识 我们会很麻烦 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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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taking